我们来看到这个 Shared GEP 有没有同学已经在用了 应该有吧 对不对 好人家已经出来一年多了 那今年的4月1号 愚人节 他竟然发布了这个讯息 我刚看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愚人节的消息 我还不太相信 真的假的 他开放免费金色就可以用了 好这个是 算是 比较方便大家用 可是我还是必须说 他开放的就是部分功能 因此如果各位 你要用那比较完整的功能 还是要用注册的 而且他这一次的开放 把之前的测试的繁体中文界面拿掉 也就是说他回复到刚开始 推出来之后只有英文界面 所以如果各位 你想要用Chared GEP的话 我们通常要建议用35页这一个 Chared Everywhere到哪里都聊天 有没有35页这一个 我会比较建议用这个 因为他的界面基本上跟我们Chared GEP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第二个人家本来就不用注册就可以用 当然他有免费方案跟付费方案 他的背后还是跟Chared GEP一样 就是还是连到Chared GEP 再来就是他很重要的可以分享对话记录 也就是说你今天各位应该知道我们问AI 你问相同的问题会得到一样的答案吗 不会因为他是靠机遇的 所以你问相同问题也许会得到类似的答案 但是不会一模一样 那所以说能够分享记录或你的对话记录 或者是汇出汇出对话记录很重要 那我们免费的就可以直接分享这个对话记录 也就是说我跟AI对话过程 我可以完整保护下来 我不会因为我下次再问他这个问题 他给我答案不一样 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样了解吗 好那他再来就是他的使用界面上 来各位你可以帮我先打开这个链接 好不好 你不用复制起来 链接我都帮你设定好了 就是你只要点下去就可以打开它 这样有没有进来了 有的 你看我左手边 他的对话只会留在你使用的这个装置上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他不会带到别台去就对了 那你不需要登录就可以用 那么你点到下面这边 下面这里 你可以看到点到下面这边 有没有发现上面多了一些东西跑出来了 就是本来没有点的 就是这样 点下去之后 是不是有多一些东西跑出来了 好他有风格一样 你希望他不要讲太多废话 就用精准一点的 好如果你希望他天马行空一点 你就用有创意的 这样了解 再来我们跟AI对话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他可能会用英文回答你 甚至有时候会用简体字回答你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以前我们用Tripsg都跟他讲 请使用繁体中文回答 有点烦 所以他把这个也做成一个选项 有没有跟你对话的语言 有没有跟你对话的语言就用繁体中文 当然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不会看到简体字 因为毕竟对岸的内容还是比较多嘛 可是可以大大降低看到简体字的机会 这样了解 所以这样你就不用再跟他讲 请我把你做文回答 不然就缓了 这样会不会了 所以你的问答就在这边 你就可以从这边直接问他 这样了解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 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两个事实上都是缺乏GVT的 只是一个是原厂 一个是副厂 对不对 但是各有优缺 那接下来 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也有 包括微软的Copiler 或者Google 现在叫Geminar 那这个待会有机会让大家试看看 这样可以吧 先知道一个AI的工具在哪里 OK 那我们往下走 往下走 那 等一下我们在使用的过程 可能还会需要注册几个云端服务 那如果说各位 你真的不想注册那么多 你不是真心的 请看简报三十七日 信箱皆可抛 好吗 好 所以呢这里我有准备几个 就是属于 抛弃式信箱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注册那么多的 你可以考虑用 当然这些网站要存活下去 所以都会有些广告 所以我第四个 有准备一个 党广告的 就是告诉你了 你如果有用这个 那这边广告看到会比较少 不管说全部看不到 但是至少比较少一点 这样可以吗 反正你想用的时候你再用 好吧 这个我只是先做一个备用 这样没问题了 再见 再见 再见